好 不要动 大笔警方冲入民宅内 当场抓到一群人正在剧赌 上面还有人 金融警方接过报案 仍海区抹处民宅 出入分子复杂 经过埋伏和监控 专案小组一举冲入民宅 当场查获职业赌场 查获赌客 何官负责人总计14人 警方进入现场后 发现现场有七男一女 以及赌场负责人两男 其中一人在外面顾风 经现场查获 天酒牌 赌具 以及监视器 以及现场现金10万余元 全案依赌标罪 以送金融地检署侦办 金融警方抓到赌场之外 同时也进行扫黑 或或以黄信男子为首的 暴力讨债集团 涉嫌持棍棒殴打被害人 造成昏迷受伤 帮派成员分子还会在网路上 涉嫌贩售改造枪支 执行扫黑 束枪 弃赌等专案 共起货各类改造枪支 五把 破获赌场六处 赌客45名 赌支60万 自评对象 盗案共22名 不乏所得计24余万元 另侦破各类刑案 167件 227人 通缉犯38名 同时对于 辖内帮派成员所经营 维氏等依法处所执行威力扫荡 金融警方扫黑 总计167案抓到265名嫌犯 38名通弃犯 通通依法送办 记者 黄绍铭就用报道